朋友们在布洋玩了两三天以后 现在赶回上海 那到上海以后我也给大家简单记录一下 就是那边的一些防疫流程的情况 看看要准备一些什么东西 好吧 那我们现在登机 好 上飞机了 我们上海见 好 现在我们已经到上海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坐百度车 到宏乔的机航站 好 我们下百度车 往前走 看看有啥要求 这里好像要出使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报告和健康码 现在人很多 前面那个地方就有人专门去检查这些东西 大家看整个队伍还蛮通畅的 一边问题不是特别大 目前还没有遇到有特殊情况 刚听他们的意思 好像是说要打开出发地的健康码 就是你从哪里来就打开哪里的健康码 像我这次是贵阳过来的话 就是打开贵阳的健康码 好我们给他看一看 出发地健康码完以后好像这里又有个提示说要检查上海水深码大家看一下 看这里要检查上海水深码 好也比较通胀 因为外地如果新来的话可能健康码要重新登进一下 那我们原来就在这边工作的 所以其实打开来非常快速 基本上你是绿色的就通过了 我觉得如果我第一次来的朋友提前把这个东西送好 那到现场的话就不用站在那里等了 我没想到一出来这里好多做核酸你看至少有二三十个多核酸的位置吧 所以基本上不用排队特别特别好 这个太好了就像上次我们到贵阳的时候基本上只有两个核酸检测的地方 所以排队很长时间这边基本上不用排队一分钟就搞定了 那我们接下来往前走看看前面还有什么门槛和要求哈 好这个方向就是停车上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就去拿车看看开车出去以后会不会有什么要求 这里有好多人哈在那里排队有人接他们 我前走好拿到我们车了好上车我们出发 好看一下我们停车几天有多少费用哈 哇靠190块钱好钱付好了哈 基本上在出口也没有什么要求 那应该就是整理前面情况非常快捷 那今天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我是雨晨我们下时间见拜拜